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成他这样的 实在是世间罕见吧 时间回溯到下班前 铁哥突然出现 跟默默说 明天有一个明星要来拍广告 让默默明天穿得专业点 和他一起去拍片现场 默默自己斟酌了半天都不敢确定 广告这一行穿得专业点要怎么穿 只能请教师姐 师姐挺不情愿的跟他说 穿得时尚点 而且又穿高跟鞋 师姐喜欢了那个明星很久 想跟着去 但是铁哥说什么都不同意 所以师姐对于默默能够跟着去的狗屎运 寄予了强烈的谴责 默默一下班就去买了一双高跟鞋 他本来是有一双的 但是那双特打脚 穿过两次 每次都弄得他死去活来的 回到家 顾卫一不在家 他简单的吃了碗泡面 就在家里练习穿高跟鞋走路 他之前虽然因为面试穿过几次高跟鞋 但是走路的水平实在有限 走几步还能唬人 走多了就云形毕露 大概来来回回走了二十多分钟 顾卫一就回来了 手里还提着吃的 默默看到那纸皮带子上大胡子老头 咽了咽口水 渴望的望着他 顾卫一无奈地把东西递向他 本来就是给你买的 少那么可怜兮兮的 默默欢呼一声 向肯德基冲过去 于是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被食物蒙蔽了双眼的默默 忘记了脚上还蹬着一双七厘米的高跟鞋 于是默默扑腾着就摔了下去 于是 由于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而已知默默和顾卫一之间的距离 小于默默的速度乘以默默在空中的时间 所以默默就光荣地铺倒了顾卫一 在由于默默的身高和顾卫一的身高之间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神秘数学问题 默默铺倒顾卫一的时候 呃 那个就嘴唇和嘴唇零距离接触了 天 这样够尴尬了吧 来 跟着上帝一起摆摆手 摇摇头 不够的 不够的 默默和顾卫一手忙脚乱的要离开对方的身体时 嗯 那个忙中有乱 默默的手掌在不该撑的地方上 然后 那个不该撑的地方就有了传说中年轻气盛的熊啾啾的反应 哎 默默干脆从床上坐了起来 刚刚顾卫一那家伙怎么说来着 他说 司徒默 你太饥渴了吧 如果你真的那么需要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的 啊 顾卫一 那个贱人 他几天没对他这么尖酸刻薄的话 他就误以为他是个好人了 默默发泄的捶了几下枕头 又躺回到床上去 两秒后又弹起来 他 他居然有反应 他对他有反应 而且好死不死 他刚巧是个女的 所以 根据逻辑上的推理 因为A等于B 因为A等于C 所以B等于C 又因为C等于D 所以B等于D 也就是说 他对女的有反应 所以 他之前幻想了一堆 他和富佩的爱恨情仇 都是脑子进水了 他是传说中的纯爷们儿 默默突然轻松了起来 有了自嘲的心情 哟 这么偶像剧的行为 他都做得出来 不去写剧本真是太可惜了呀 而且 要是让顾卫一知道 他以为他是gay 会不会杀人灭口 顾卫一仰在床上翻书 每看几行字就忍不住停下来 听听隔壁房的动静 有时噼噼啪啪的声音 有时懊恼的嚎叫 他俯上自己的嘴唇 真疼啊 他的门牙就这么活生生的 对着他的唇磕了下来 明天要好好看看 他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牙膏 牙齿这么坚硬 嘴角忍不住想着上扬 他倾咳了一声 压住了想微笑的冲动 翻过一页书 看了两行才发现 他刚刚前面那页 其实没有看完 于是又翻了回去 隔壁房又传来了 一阵杂东西的身影 他最终还是忍不住 轻笑出声 第二天 默默就跟着铁哥到了拍摄现场 这还是默默生平第一次见到活的明星 呸呸呸 打起大力 他也不想见到死的明星 老实讲 默默其实不认识那个人 高中的时候 默默住学校 很少看电视 就绝了追星这一条路 后来上了大学 也对这方面兴趣缺缺 所以关注就少了 所以他对明星的了解程度 就停留在四大天王 和四小天王的那个年代 但是默默还是可以看出 他人气还是挺高的 反正拍摄现场 里三层外三层的 围满了他的粉丝 据说 还有些是从很远的地方 搭火车来的 但明星长相还是蛮帅的 也没摆什么架子 就是不爱大理人 估计是性格实然 默默一上午都跟在铁哥身边 观察他怎么和导演 和工作人员沟通 铁哥认真工作的样子 还挺能唬人的 完全跟在办公室里那个 爱强迫人听他冷笑话的 胡子怪大叔 判若两人 中午休息的时候 默默去买水 回来的路上 被三个女孩围住 缠着说 让默默帮他们去要签名 三个女孩看起来 是高中的年龄 但计量都挺高的 眼泪汪汪的 说他们是 搭了两天的火车 才来到这里的 默默明知道他们 很有可能再说谎 还是心软的答应了 也只有他们这个年纪 才会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喜欢到近乎迷恋的地步吧 默默拆了三个小本子和水 犹豫了半天 才靠近那个明星 呃 林先生 要不要喝水 不用了 谢谢 他根本连头都没抬 默默看向外面 那三个女孩 眼巴巴的看着他 他心里叹了口气 说 林先生 是这样的 有三个 你的 粉丝 从很远的地方来 希望你能给他们个签名 林直存 这才抬起头 看了默默一眼 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 默默没想到 他拒绝的这么干脆 有点恼火 不就是举手之劳吗 又不是断手了 哪里不方便了 但虽然恼火 他也不能说什么 只能善善的离开 找到了那三个女孩子 不好意思啊 公司规定不准签名 一个女孩 眼泪就掉了下来 姐姐 你帮我们 偷偷给他牵吧 默默一看到那孩子 哭就慌了 眼泪是默默的罩门 他自己不爱哭 所以一看到别人的眼泪 就觉得特别金贵 忙说 好好好 我再想想办法 你别哭啊 默默还是抱着 三个小本子 回到了林之存的身后 犹豫了一下 还是凑上前去 林先生 真的不好意思 你就帮他们签个名吧 他们真的是很喜欢你啊 他有些不耐烦地 放下了手中的纸 我都说了 不方便 默默顺口就呛了一句 哪里不方便 他挑眉 笑了 哪里都不方便 默默被他突如其来的笑 搞糊涂了 抱着一丝希望说 签个名 又要不了你多少时间 小组 你在干什么 铁哥的声音 从两个人的背后传来 默默有点像是做了坏事 被老师抓到的小孩 往后 锁了一步 呃 他的影迷 让我来问问 可不可以签个名 林直存傻眼了 这女的也太没心眼了吧 就这么直说 也不怕被骂 铁哥脸色沉了下来 吼 我让你来工作的 不是让你来帮着粉丝追心的 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你这样会影响到工作的进度 你知不知道 默默被吼得一愣一愣 直觉顶了嘴 签名又用不了一分钟的 铁哥火了 你是白痴啊 你看不到外面到底为了多少人 你帮忙签了一个 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不如我们就不要工作了 让你给他开个签名会如何 你到底知不知道 什么叫专业 默默低下头 咬着嘴唇挤出几个字 对不起 铁哥口气缓了下来 干嘛跟我道歉 跟林先生道歉 默默向来都是知错就改的人 平生错的最多的事 就是喜欢上富配 但看清楚了也就改了 这种小事当然入不了他的眼 他转身就给林之存一个45度的鞠躬 林先生 对不起 我打扰你了 林之存觉得这个女孩子的态度挺难得的 点点头 突然很好心情地说 我是可以帮你签 但是只签你手里的这三本 默默有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点头如捣蒜 默默带着本子找回那三个女孩 好了 你们快点回家吧 不然家里人该担心了 三个小女孩感激 涕零地看着她 之前哭着的那个女孩突然掏出了手里的MP3说 姐姐 能不能求你做最后一件事 默默心中 警铃大响 不可以 我要去工作了 她把默默手里塞MP3 求求你了 你让我们家亲爱的帮我录一个叫床的声音 默默惊讶地看着这些小女孩 亲爱的 叫床声 是她太跟不上时代 还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 姐姐 你脸红什么 我说的是叫我起床的声音 那女孩子看默默脸红了很久 忍不住说 默默为自己的肮脏思想感到耻辱 把MP3塞回那女孩手里 我真的帮不了你们了 说完赶紧快不离开 下班 默默坐在回家的公车上 一天这样的烦蜜的工作下来 等到松了口气 才觉得疲惫一点一点的轻了上来 脚塞在五寸大的高跟鞋里 疼得只想骂脏话 中国女人真是苦命 才刚从裹小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又开始落入了高跟鞋的苦海 到家 默默看着门缝透出来的光 她有些忐忑 她自昨晚轻薄了顾卫义 还没有跟她碰过面 待会儿气氛真不知道要如何的尴尬 她深吸了一口气 开门进去 顾卫义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她乐乐地打了句招呼 我回来了 顾卫义本来昏昏欲睡的眼睛一亮 坐起来 吃过饭了没 吃过了 在片场吃的盒饭 默默说 顾卫义咧嘴笑 话中有话地说 幸好你吃了 不然太饥渴 我可顶不住 默默熊熊烈火 被她撩了起来 用力把手里的包包扔向她 你烦不烦啊 我都说了 不是故意的 她笑着躲开 有人恼羞成怒了 默默过去沙发上捡起包包 顺手给了她两圈 你吃过了没 她紧绷的肌肉韧她大 没吃 等你回来 给我做呢 默默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你要不要脸啊 我这么累 你还叫我给你做饭 顾卫义拍拍她的头 话不是这么说的 我可是冰清雨节 昨晚被你这么猥亵 你至少得做个饭 补偿我受伤的心灵 默默气闷无语 咬牙切齿地丢出一句 你真是没心没肺 顾卫义笑呢 道 我怕 至少我还有胃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